盘点历届跨年晚会上的情侣合唱六宗罪 有些已经毕一令人唏嘘 有的还依旧在屏幕前甜蜜 第一 醉校园杨米刘凯威 这位当年杨米产后复出首秀 她唱着经典向人歌曲 想把我唱给你听出现在舞台的一端 与舞台另一端的刘凯威深情对望 她迈着娇笑的脚步 等待与刘凯威的会合 两人同框时 杨米还时不时戳一下刘凯威的脸 一副沉浸在甜蜜爱情中的校园小女生的模样 最后VCR还播放了两人的婚礼现场画面 撒满了狗粮 台下的快乐家族都起哄 大喊拥抱 二 最暧昧 刘诗诗 吴奇隆 2012年的刘诗诗和吴奇隆还没有关心在一起 观众只是磕剧里的CP 但两人在舞台上演唱步步精心的插曲 等你的季节时 CP感绝对比剧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几乎全程实施紧扣 吴奇隆拉着刘诗诗走遍全场 给足了安全感 还是不是来个轻弹脑门 深情凝视 令刘诗诗一脸害羞又甜蜜 净显暧昧气息 三 最浪漫 唐嫣罗靖 这是当年唐嫣罗靖官宣后的舞台首秀 唐嫣穿着一袭白色穿宽利服 罗靖则是西装衬衫配蝴蝶结领带 在布满水晶帘的舞台上 对唱水晶梦幻浪漫 像极了婚礼现场 两人最为爱合体向观众比心 这份爱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继续盘点历届跨念场会上的情侣表演六宗岁 四 最霸道黄晓明杨颖 黄晓明的霸道总裁可不是白眼的 当年与Angela Baby首度以情侣身份亮相跨年晚会 无论是排面还是表白 都是妥妥的霸道总裁式 黄晓明不仅与Angela Baby拥抱亲吻额头 还拿出了皇冠为Angela Baby戴上 并表示 我会永远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你面前 两人还为现场的二十对星人做证婚人 宣读爱情宣言 一切尽在霸道总裁的掌控之中 五 最感动张杰谢娜 虽然早在07宽的比赛时 杨尔赤纳姆就爆料过张杰和谢娜的恋情 两人承受了舆论压力 但从未对外回应过 在09年芒果跨念演场会上 张杰与谢娜全程近距离对望合唱 何必在一起 中途张杰还说了一句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的 难有力爆棚 最后还将歌词 何必要在一起 改成了我们要在一起 据说还是现场临时改的 林希娜全程都在默默流泪 这其中大概有感动 也有面对外界舆论的释然吧 最后两人仅仅相拥 台下的快乐家族和李湘 都感动得眼泛泪花 六 最尴尬 加奶量李小璐 有一座头发事件 就发生在当年跨年社会前不久 所以当年两人合体表演时 貌合身离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观众 都觉得这是一个无比尴尬的场面 网友评论说 加奶量的鞋子虽是红的 但头顶却是绿的 更糟糕的是 节目组还请到了天心 在台下为他俩打call 这一名场面 估计以后都很难有跨年晚会 能够超越了吧